同时携手冲击奥运会 嗯 目前机会很大 男分不中 加油 张展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最近时间4月23日2024年 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五个比赛的张展火勒金难壮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男子800米制游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山中的张展说 现在张展说年已才只有16岁 也是中国游泳的天才少年 最终张展说以7分47秒84的成绩决赛动光 今天张展说处在第四游泳的位置 广场比赛 张展说则最大跟绿手最终的第五游泳来自浙江的惠里维 比赛的时候张展说出发非常不错 传领先的含脸座 偶富里维出发就会稍微逊舍一些传落的位置 才游出没多久张展说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偶富里维也在身后已经跟着 前五只米级速的时候张展说处在第一位 偶富里维落后0.1秒就在第二位 不过这个转身后富里维率先发力了 而张展说则按着自己的节奏在游 前100米结束的时候 费里维逆转冲到了第一位 而张展说反落后0.2秒就在第二位置 接下来直见费里维继续加速再渐渐拉大差距 而张展说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四半50米结束的时候 二者的差距已经来到了0.7秒之多 张展说似乎并不着急继续采用跟随战术 由这个800米对于运动员的体能分配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如果太早发力 那么后程有时候会顶不住 五半50米结束的时候 费里维更是已经领先张展说长达 达0.84秒之多 不过这个转身后明显感觉张展说开始发力了 直见张展说在不断缩小和前面费里维之间的差距 当比较较750米的时候费里维取代第一位 而张展说落后0.37秒就在第二位 接下来直见张展说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加速 一位开始复权时速 直见张展说在不断破镜二者的差距 直见张展说在最后5米持续沙头鞋和换气上一颗黄标 直见张展说在最后时刻实现了狙杀 最终张展说以7分47秒发射的成绩逆转并逛 而不理为落后0.02秒不得压惊 二者都达标了7分51秒65的奥运A标水中 从最后50米还处在落后的位置 再到最后5米的疯狂逆重 只能说张展说真的太强了 不许张展说就是下一个顺眼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原顺从此别 青山空腹琴 我们下一期再会